从下周三起 居住在红帽桥和丹荣巴格的年长者将率先受邀在社区接种官兵疫苗 是的 那么预计每一区会有5000到1万名年长居民参与实行计划 政府将在2月中逐步开放让全岛的年长者接种疫苗 接着红保龄报道 红帽桥和丹荣巴格区的年长居民收到信件通知后 可以上网或是到联络所预约注射日期 除了可以到住家附近的综合诊疗所接种疫苗 从2月起 德意和丹荣巴格民众俱乐部也将设立接种中心 为年长者进行接种 需要帮忙的年长者也不需要太担心 人民协会的社区医工以及我们的关怀乐林大使会开始做家访 也会通过信有的基层活动解答大家的提问 帮助年长者预约接种 针对疫苗供应 丹荆荣透露 其中一批辉瑞疫苗将延迟送搭 这是因为生产设施的提升工作 政府会继续观察供应情况 确保到了今年第三剂有足够的疫苗 给所有新加坡人和长期居民 至于卫生科学局目前正在检讨的另外两种冠病疫苗 评估工作会遵照批准辉瑞疫苗的同个处理框架 截至今天 政府已未超过6万人接种了第一剂冠病疫苗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